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瑜 今天是2024年8月30日 星期五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說說今天下午在元朗有一間村屋的租客失去聯絡 業主上門揭發兩名男女燒炭死亡 現場情況如何跟各位一起說說 另一雙也說說 西貢馬路MMA 有個光頭腦跪地捱打 另外有個赤膊紋身的男子起飛腳甚至踢脫鞋 現場情況如何跟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瑜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HK的最新報道元朗走街村屋業主和租客失去聯絡 破門入內揭發兩名男女燒炭死亡 內文提到今天8月30日下午1點多 警方接報元朗走街21號村屋業主報警 說和租客失去聯絡 懷疑租客在村屋內自殺 救門人員接報港庫現場破門入內 發現有一男一女在單位燒炭 經檢驗過後證實兩人已經死亡 警方在現場調查事件 以上來自HK01報道 怨死者安息 據報是一男一女一起燒炭自殺 業主發現找不到的租客 結果心之不妙 已經報警 破門入內證實兩人已經死亡 暫時未知這個租客是沉死的原因 另外也提及這則消息 根據HK01報道 還有西貢馬路MMA 有個光頭佬為地捱打 赤膊的紋身男子起飛腳踢掉鞋 最終兩人一起被捕 那問題到了 昨天網上封傳兩條打鬥影片 看到有車輛停泊於馬路中間 有個光頭佬站在白色客貨車旁 和司機爭執 雙方手指指對馬 那輛車的司機一度嘗試開門 不過就被光頭佬用膝蓋頂住 旁觀者勸膠 就說不要打 另一條片隨即上演埋身肉搏戰 光頭佬跪地捱打 另一個上身赤裸的紋身男子 怒火中宵 瘋狂爆粗 短短7秒拳來腳往 就向光頭佬的頭部重打8下 不斷高呼問候對方媽媽動手 其中一下起飛腳 左腳整隻鞋向天飛脫 目擊者驚呼 動手動腳 亦有人擔憂指死得了 有個女子在旁邊打電話 未知是否報警 警方回覆指今個月27日 下午5時58分 兩個男子在西貢大網子路 與沙角尾路交界 因為讓路問題而發生爭執 隨後打鬥 54歲姓梁的私家車司機的頭部 和手指受傷 另外38歲姓梁的輕型貨車男司機 頭、臉、手捕受傷 他們都涉嫌公眾地方打架 的罪名被捕 清醒送往將軍澳醫院治理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打贏入警署打輸去醫院 兩個人當時應該因為讓路問題 下車爭執 兼斥打起來 整個過程成為熱話 不知各位網友怎麼看 當中有個人脫衣服有紋身 那個人看來善於打架 另外也說過這件熱話 即是大地任惡痕 有個阿伯施施然橫過將軍澳道 相關影片瘋傳 網友罵爆真是害死司機 內文提到 行人過馬路要遵守交通規則 否則後果嚴重 累人累己 有網友早前在網上群組發車Camp片段 片主正於將軍澳道近翠平南村公路上駕駛的時間 突然發現前車收有減慢 他秋後就看到有個阿伯施施然橫過馬路 令到他大驚嚇 就說怎樣想到這裡會有人走出來才行 影片隨即去網上瘋傳 引來不少網友驚呼離譜 就說這個人嚴命長 也說害死司機 也說最近是他完全漠視車 自然地過馬路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道 這個位置車樓相當急 這個阿伯竟然施施然地過馬路 人家收有 殺得徹制 撞到你的時間 你又罵人家 不過那個位明明是一條非常快速 可能落斜的位置 竟然這樣過馬路 相關的影片瘋傳當中 未知能否捉回這個阿伯出來 另外也說說這個數字 根據HK另一個報道 最新家庭住戶入息出爐 中位數上升 你的家的收入算多還是少呢? 問題到了 能夠成功組織家庭相當幸福美滿 但究竟家庭月入多少才算高濕入 或者低收入呢? 根據政府統計處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按規統計報告2014年第二季 最新數據 二人至五人家庭 每月入息中位數 按年都有上升 但一人六人或以上的家庭 每月入息就按年下降 當中看到相關的入息報表 每個月入息達到這個數 已經比全港一半同人數的住戶為高 當中說到兩個人 如果在賺22,200元 已經比全港一半同人數的住戶為高 三人的話就38,400元 四個人在賺51,200元的話 都是比全港一半同人數的住戶為高 另外公屋和資助房屋 私樓住戶每個月的入息中位數 當中說到公營的租住房屋 19,700元 資助自治的居所房屋 26,500元 私人永久性房屋 就是40,300元 這個數字是中位數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最新統計處的數字出爐 就是二人至五人家庭 每月入息中位數 按年有上升 不過一人和六人或以上的家庭 就是按年下降的每月入息 最新2020年第二季的數字出爐 大家不妨可以參考一下 另外也說到這宗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雀巢三色雪糕在現超級市場 曾經停產多年 當中巧克力、雲呢拿、士多啤梨的味道 經典配搭 網友感動 就說是回憶的味道 雀巢三色雪糕重出江湖 雖然已經立秋 不過天氣仍然炎熱 最適合吃雪糕來消暑 不過隨著時代發展 雪糕口味千變萬化 不過相信一眾80後90後 對於著巢家庭裝 三色雪糕應該不會陌生 不過這款三色雪糕已經停產多年 近日竟然有網友分享 在超級市場 發現三色雪糕竟然是重新推出市場 大探這個真是回憶的味道 從網友分享的消息可見 三色雪糕目前暫時在衛空 白街等等的超級市場發售 售價由39.9起 有網友即時買入並大探 是比回憶當中比較適合 亦引來網友感嘆地回應 就沒有適合到是你大過了 其實以前同時供應一星和兩星份量 不過當時兩星家庭裝 較為受歡迎 分量亦相對大合 目前買到的是一星份量 因此推斷感覺比以往比較小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話說這個著巢三色雪糕 其實已經停產多年 近日有網友在超市發現它重新推出 這個其實在以前尤其是基層家庭 都會買一盒大大盒 可能兩星裝的三色雪糕 拿回家可能吃一段時間 沒辦法 那時過著的生活比較節儉 貧窮少少 一塊雪糕已經非常滿足 這個三色雪糕已經停產多年 近日重出江湖 不知道各位網友有沒有興趣 另外也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AM730的報導 屯門欣田村有個47歲的男子 墮樓死亡 疑似受到金錢問題所困擾 內文提到屯門是發生墮樓案 在今天8月30日上午11點多 一名47歲姓張的男子 倒臥於屯門欣田村日田樓平台 懷疑從高處墮下 警方和救護人員接報港節現場 經檢驗過後 當場證實男子死亡 警方經初步調查 相信男子從上指一個單位墮下 並在現場檢獲遺書 死因有待驗屍確定 據知男子受到金錢問題所困擾 以上連至AM730的報導 怨死者安息 再有一宗就是因為金錢問題 財困的問題所影響 而選擇輕生的案件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